22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你说在第一段感情当中 你的女朋友总是数落你 然后你说了两个例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例子呢 听起来有点像 就是情侣之间那种 就打情骂俏的感觉 对呀 我没有感觉到她在数落你 比如说像之前前任 就给我拍照拍得不好看 可能我也会说 哎呀你看你把我拍得太丑了 小仙女在你心中就是这样的吗 就是可能我也会去这样说 我没有数落她的意思 对 可能两个人之间会 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但是我的内任呢 就是会经常在大家 或者是外面面前去数落你 暴露怨你 然后会生气你哄不好的那种 明白了 就是杨嘉欣 她这里面的差别是什么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那个女生说 你怎么把我拍那么丑 是那个女生真的是觉得 拍得很丑影响了 她自己的自我评价 但是像你那样的情况呢 就还好 你说把我那么丑 小仙女都那么丑 其实你没有觉得自己 会因为这样照片拍得不好 而真的不好看 你是非常自信的 但如果说她的那一半 就是不停地在埋怨对方 没有给到自己足够的价值感的话 那那个女生的确是 比较难以相处 当然 因为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能时常地鼓励我 如果可以每天充满甜蜜地 不利落的话 我觉得我的生活 会更加有憧憬 会有干净 对 20号 大家好 我叫杜丹 然后我是一名四川妹子 目前在厦门做行政前台 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就是我喜欢你的话 我会直接讲喜欢 然后讨厌 我会直接讲讨厌 然后我就想说 你女朋友数了你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告诉她这件事情 但是你很不舒服了 我有跟她沟通过 并且沟通过多次 正是因为沟通无效 我才会觉得心情 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那你是怎么沟通的呢 可以模拟一下吗 因为她本身是做摄影的 她是做摄影的 对 她是做摄影的 不好意思 难怪先你拍片子拍得不好 然后她会指导着我去做一些 动作上的调整 交到后面去 发现我拍得还是很烂 所以她就会有这种情绪 虽然我们也没有见到事实的原貌 但就她这么描述起来 我觉得这个女朋友有点问题 对啊 你是摄影师 男朋友又不是摄影师 你嫌她拍照水平差 这就相当于我是个厨师 我嫌女朋友做菜不好吃 那你是厨师 你是专业的 人家又不是专业的 你觉得她做菜不好吃 那你就做吧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是 5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刚刚我看到VCR里说 你跟第二任女生 就是相处了一年多 然后一直都没有表白 就是因为有一个契机 然后你搂住她了 然后才退任你们两个之间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们就是还会以这种方式 继续相处下去吗 我觉得考虑到当时的情景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 你们两个就是这样一直 以朋友的方式相处 你感觉不到她喜欢你吗 就很多人 没有办法成为男女朋友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很直观地拿捏到对方的情绪 会觉得如果我冲动表白了 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就不像以前那样子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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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虽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我猜 可能是从第二段感情当中 两人在一块这么长时间 才表白 这是不是可能的一个原因 多长时间你们在一块 有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都没有表白 对 你认为这一年多 你们俩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 恋人未满 有种吧 可能 你看 换谁都不耐烦了 我觉得可能男嘉宾呢 给人的感觉是挺温暖 但是不够有激情 不能那样子点燃 尤其是就是年轻女孩的那样一种 悸动 好像表现的就是比较 比较冷静 温 温 这样子的 我在想 傅海东的那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你什么时候会更主动一些 对 就是感觉你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呢 你迈不出去 然后在以后的相处当中呢 可能也很难成为一个点燃者和引领者 你想想看一年半 一年半得吃多少次饭 看多少次电影 人家等你一年半 他都没有行动 你换谁都不耐烦了 你要让他们清晰地感觉到 你对他的那种兴趣的热爱 要高于你对生活的热爱 好吧 再见 我是夏涛 如果你也热爱生活和我一样 那请与我联系